一颗CPU的降温之旅 CPU是造成手机发热的主要器件 手机在日常使用中 CPU温度在55度左右 手机表面的温度在40度左右 是手持体感可接受的舒适温度 运行一般游戏会使CPU温度达到70度 此时手机表面43度 玩20分钟的和平静音 CPU会上升至80度 手机表面46度 而在45度就会明显感觉烫手 长时间的游戏或高兴模式下 CPU一直处于满载运行的状态 此时的温度会提升至95度 几乎达到了水的沸点 手机表面温度则达到了50度 处理器的高性能与机身温度之间的矛盾 便成为了行业的难题 那么手机的CPU究竟是如何散热的 通常我们会在CPU的表面 使用散热凝胶 这是一种性能优于空气导热的散热胶制物 用它填充间隙 排除CPU周围器件的空气 让热量从CPU得以有效导出 导热凝胶上附着一层铜箔 再借助一层凝胶 导热到液冷管 这是一个空心的铜管 里面装有少量的受热 以挥发液体 发热处的液体 受热挥发带走热量 然后在低温处释放热量 重新冷凝后回流 达到导热的目的 铜是铜锡与液冷管的主要构成材料 也是导热性能排名第二的金属材料 有效地向与之接触的手机金属中框 传递着源源不断的热量 铜具备XYZ多方向立体导热的特性 因此被广泛采用 但实现强悍的导热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一个问题 附近的机身局部会严重发烫 尤其是液冷管之上的屏幕区域 此时的石墨片材料隆重登场 石墨片位于屏幕与液冷管之间 其热传导属性是平面的XY方向 是均衡传导的不二之选 这使热量得以均衡地扩散至屏幕 金属中框以及电池 电池则通过一层铜箔 与手机后壳充分接触 热量则分别从屏幕 后壳与空气接触 完成整个散热过程 此时我们手持的体感温度 在43至150度之间 奇迹般地实现了将近50%的降温 但距离目标手持舒适温感的40度 还远远不够 风冷是目前业界最成熟的散热方式之一 被广泛运用于发动机、电脑以及无人机领域 我们将手机内部置入了一颗 转速高达15000转的微型离心风扇 配合风道设计 将手机内部的热量抽离到机身外部 通过风扇实现了机身内外热冷空气的交换 将传统的被动时自然散热提升至主动时内部散热 实现了进一步的降温 此刻手机表面温度终于降到了40度左右 我们对手机散热的追求远不于此 我们还将目光投向了导热系数最佳的金属材料 银 手机背壳中央置入了一块金属片 采用了银工艺 与手机内部的铜箔充分接触 有效地将热量集中吸附 传递至机身之外 同时结合半导体材料打造而成的冰封散热磨合 将银工艺金属片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吸出 将低温有效地传导至手机内部 反向层层传导 直至热能的中心地带CPU 此次此刻 手机表面温度达到了36度以下 CPU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的降温之旅